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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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回來我們BioPoCy 我們這一part要來看的就是 鬥心的賽後回顧啦 那個腳本都被你做爛了 真是的 那個我們剛才在底下聊了不少東西 我們這一次鬥心算是舉辦的相當的成功 不知道大家看了有沒有開心 無論是來現場的朋友 還是收看直播的觀眾 都感謝你們對鬥心的支持 這個感謝的部分我前面就講過了 那我們來問一下在座的各位好了 先問一下葉子 葉子是第一天有來 對 第一天去 那主要任務是 就是幫童森cosplay 而且是大陣仗對不對 這次還找了兩個好朋友 對 我還找了兩個好朋友 那他們其實之前就有跟 也有跟一些YouTuber或實況主有合作過 像那個懶貓的那個女裝也是他們兩個人的 也是他們 那我就想說找他們去幫童森化妝 OK 所以這個事前的準備 包含這個在現場 現場大概花了多少時間幫他弄整套的服裝 一小時半 好久 蠻久的耶 但那時候其實蠻趕的 蠻趕的 因為要怕會耽誤到他的比賽時間 對啊 所以童森的比賽破幾啊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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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是我 九是你嘛對不對 所以你大概是下午兩三點左右 兩點 兩點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個 那第一天這樣子 欸 所以那個時候就只有幫他而已嗎 對 這其實還有 基隆東他們家兩個小朋友啦 喔 可是照片沒什麼看到欸 你那邊有留嗎 有啊 那你PO在那個 那個 沒有啦 我跟那個依依有拍啦 因為其實我小孩子 因為那個遊戲不太 又不是格鬥遊戲 只是因為那個遊戲的角色 是我小孩子 大兒子喜歡玩的遊戲 那是什麼遊戲 荒野亂兜啊 那大兒子不能在 會嗎 他一直說 那個他一直說我是 胖叔叔 我一直跟他講是胖 我一直跟他講說是胖哥哥 他一直說胖叔叔 我都不能 原來你在意的不是胖 是叔叔跟哥哥 不是他啊 不是他看那個Youtube 就是看到他啊 就是爸爸 我一直跟胖叔叔在一起 對 胖叔叔那是你叫人家叫的吧 不能忍真的不能忍 不能忍 他會玩換人的話 不是你害的 你知道為什麼他會玩換人的話 就是你害的嗎 你玩啊 因為是你叫我玩的啊 對咧 好 這個是 所以葉子當天就是第一天 這樣子 是 那參加的感覺跟 鬥心跟鬥魂你覺得 有很大的差別嗎 可能 因為 因為 因為那一次 鬥魂的時候你有 身兼這個主持人的任務 其實其實 因為之前我自己有Course 那這次沒有 然後我就會把 重心放在同城身上 然後我就很希望他多出近一點 我那兩個朋友也一樣 所以他第一場在下面打的時候 你在後面幫他加油 就我們三個人很緊張 然後我兩個朋友還一直問我說 他會不會輸啊 他會不會輸啊 我說看起來應該不會 應該還可以吧 統神要不要講一下第一場 就是那一天 從頭到尾這樣子 沒有啊 就首先很感謝葉子 因為他自己算是蠻 就是那種真的蠻敢的 大家都很敢 然後 然後 這個就是感謝就是鬥欣嘛 因為我自己覺得啦 鬥欣是我覺得算是比賽比較公平的 打那個 對戰台嘛 對戰台嘛 反正不是感應台啦 反正 就另外一個台 因為我到國外比 他們都不知道我特別喜歡打感應台 沒有啦 美國比較多都是感應台 沒有啦 我去泰國 我去那個比也都是 香港比也都是他們都 然後我就去這樣子 就這樣子 我每次都這樣 就是比如說 要躲一下是不是 別人比如說做這樣子 我就要做這樣子 因為我真的很怕他們偷聽 所以就要特別感謝就是 因為其實BenQ周圍一直以來 都是台灣的本土廠商嘛 然後他在這個螢幕的部分 提供了這個 可以一對二的這個2460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個 台數的部分是相當夠的 因為基本上你要弄對戰台 就是你一定要 一組就要有兩個螢幕 對對對 所以就在這個器材的部分 一定是比較需要 需要有兩倍的所有 我真的強烈建議卡普通 卡普通看來我們台灣取材 就是說看怎麼樣 對戰台還可以做得很公平 因為我覺得 台灣這打得很公平 而且 也沒有什麼外國人 有什麼意見嘛 那我問你喔 線上打跟線下打公平嗎 什麼意思 打線上跟打線下 網路上 不Lag的情況下嗎 公平啊 不Lag的情況下 沒有一定會有差異 那個服術還是有差異 一定是線下 不連線的狀態是最好的 我沒什麼感覺 沒有就是 然後 然後 我 我打比賽 就是 就一樣啊 正常心打 反正就是 你知道我們後台 就幫他弄好以後 因為那個頭套其實還滿悶熱的 然後他 在後台說他 幾乎眼神都患散的情況 一直在飆悍嗎 對他一直在飆悍 對啊 這也是 會不會有影響到一點點表現的部分 我覺得台下有欸 因為那個時候 台下比較擁擠一點 我最後打一個拉拉 我說打超不爽的 就是 我 兩場贏嘛對不對 我已經贏一場了 然後一個燈了 然後剩下去有一個燈 我寫讓他贏他 70%吧 我想說 這個屌打了 結果後來他 凹了一個那個 1X的那個狀 然後撞完 下來加1嘛 指令頭 沒差給你指令頭 他連續指令頭我三次 普通的 我就說秋人都看不到 我的眼睛怎麼換散了 那個其實可以用看的 就是 先擋嘛對不對 然後他一一有那個 煞木 反正你直接點就對了 不不不 理論上那個玩應該是負的 就是指令頭玩 其實我跟你講 負最好的選擇 如果你真的不想看 你66也可 我66 四四講錯了 四四不行 他那壓持續 你要看清楚啊 對啊你就這樣 其實我那時候 我就覺得 我要是沒有戴那個頭套 已經熱到我 其實我那時候已經有點 我那時候真的跟你開玩笑 我那時候把頭套 他頭套我不是自己拿下來 你知道嗎 因為你 對因為原本那個頭套 他是用那個黃膠上的 就是你知道特殊化妝顏料 一般電影在化 特殊化妝的時候 會用黃膠 那其實他需要 用一些特別的卸妝油 去把它卸掉 他那天完全沒有用 他直接飆漢 飆到那個直接黃膠掉 我那時候打到後面 我真的是滿腦都是濕 然後我就沒辦法思考 你打台下 你打台下還是穿那個裝扮 對啊 那很辛苦耶 對有點可惜 不然原本 跟板商再摘一次 因為他打那個 guilty也被 被guilty打死 我跟你講 很多人跟我說快打5 沒有不力對決 我那時候看到板商打那個guilty 還是有啦還是 他打哪一個 哪誰 那個阿三阿 女生阿三阿 阿三打阿BiGel 他已經看阿BiGel 阿BiGel比老三好打一點點的 還是被玩虐 玩虐就是 基本上一個 就是一個人已經沒寫 另外一個寫句話 是八成的 就一直 我懂我懂 我看那個板商會 一直亂飛 然後一直亂彈 都沒有用 亂飛亂彈都沒有用 所以我跟你講 絕對有到八二 絕對有到八二 那我比較想要知道的是 你上台跟 那個 伊達巴西打的時候阿 你是第一場先輸 然後第二場搬回一層 嘛 當你搬回1比1的時候 台下為你狂呼的時候 你當下那個心情的感動 你有沒有覺得 沒有感動阿 沒有嗎 因為我那時候只覺得 雞尾夢就是個嘴炮仔阿 哈哈哈哈 今天麥卡貝這邊有 板商 板商一定會開老商的啦 不用擔心 然後結果 然後結果那個 大概 反正我是2點多打嘛 2點半打板商嘛 2點的時候那個 土麥忽然跟我說 欸 不對啦 我覺得他應該還是會開阿比喻 他應該不可能開不利就去 我想說 我突然想說 欸對齁 他有阿比喻這個角色 我要去練一下他對 我要去想一下對比喻 我還以為你事前就會知道 沒有其實我事前 我一直以為他還開老商 麥卡貝有剪那個 統神的精華 我們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第一個影片 看到你的長相就知道你是玩Burdy了阿 呵呵呵 你都已經穿這樣了 我自己選的還沒有 這什麼東西 就是化妝的時候吧 喔 哇 那背後看過去真的超鹹 我其實在那邊想要把整個推廠都輸 我覺得我還算了 這兩個身體 我看那個真的是垃圾 我覺得是垃圾 哈哈哈哈 老外聊天室都高潮 那很快 超快一點 你知道 那個 英文主台全部都在幫你加油 沒有我問我看阿 他說 他有說 呃 什麼 什麼 啊 我有點忘記 他說反正他一中心就說 不可能吧 不可能會贏吧 他真的是很驚訝的講 沒有那麼扯吧 對 沒有那麼扯吧 對 Critical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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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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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很少看過你這樣 哇 那個就好像恕恕意啦 證據證明 想說摸到了就贏啦 在那個時候你就很專心的去查了 你自己開來看了幾次你自己講 這麼不要臉的事情做不出來 啊這你在抓到了 其實那裡我會V反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覺得那時候 因為最後一個不能V反了 血量差那麼多不可能V反 V反完不可能贏了 你那時候擦有一半的血我會V反 不可能V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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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點倒 那不是倒嗎 那是阿V丟的那個角色是這樣子 我可以講 我可以講一下就是 最後一個燈 我先講最後一個燈好了 最後一個燈很衰 最後一個燈很衰 今天比賽 也算還可以啦 反正 沒有就是敗部比較可惜啦 因為勝負掉敗部 因為我敗部打上去的話 因為我看到板上輸可以丟 結果他就再打一次 結果後來敗部我自己打得很差啊 就是 我其實大幅領先 可是後來 他連續好幾個指令頭 我都沒有反應過來 最後就是輸了 有點可惜 然後 沒有啦 跟板上打 其實在我的預算之中啦 土麥就跟我講說 他應該不會笨著要開老商 他應該不會開老商 你要有心理準備 我說 好啦沒殺其實都沒殺 我想他應該不會開老商 結果他過來開老商 其實我有點 我有點 我有點想法了 所以打起來就跟我想像差不多 只是最後一個燈 因為我前面 我前面是完全沒有跳 你知道嗎 我想說 我前面其實還是好跳 我想說 跳就要看好了 因為他一跳就有個CA 然後血量大幅度會被壓角落 就沒辦法了 我覺得不是我自己打破啊 是COSPAY的錯 我要是沒有COSPAY的話 我就屌打板傷 打板傷完以後 我勝負再贏 我就出破了 勝負出破 我打本來再贏一個人 我就出破了 他現在那個是誰 頭套是不是 上面Dennis 跟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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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這次是冠軍 這次是冠軍 這次是冠軍 沒有沒有有機會 你說不定就是你出去 你打一順跑打 你把福吉巴打死 我打不到冠軍的 我打到福吉巴 你提完他不一定贏我 對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他不一定贏 冠軍就換人做做看的 我做一個燈真的 我做一個燈真的很可惜 就是 他一開始一個 KAK把他打進角落 那時候跳 隨時跳 我跟他空對空 下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真的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點 你負的 那一看就負的了 沒有我覺得我先下 那一定負的 板傷一看出來你是負的 所以他搶下去 你說你空就空對空那個 負的啦 你哥啊 你還在他上面耶 感覺好像RB給我先落地 RB給我先落地 RB給我先落地了 真的真的 我只有點那個被他再壓一波 然後 因為 板橋從頭到尾 沒有用過指令頭 我真的很怕他指令頭 我真的很怕他指令頭 你不要拍他 然後那個時候我又不改V板 RB給我指令頭現在有跟沒有一樣 沒有 太短啊 不是沒有 其實我有打過 其實真的沒有到很短 就還是可以指令頭 他那位置我真的怕他指令頭 我想說不行 但指令頭我暈我就輸了 我都只好拚前跳 你前跳暈了就知道了 那RB覺得這個對決如果統神 哪一個方面可以再做好一點 其實我覺得你奧不就好了 啊 奧 奧你的腳比較實在 我覺得整體來說 算是很不錯 很不錯 就是他沒有 我看下來雖然是數量 但我覺得他沒有 他要把平常的水準打出來 他不會因為比賽就有點慌 或者是沒有照平常的劇本走這樣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不然我覺得 很難跟板橋打到最後的燈 沒有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可惜 其實我覺得 我前面有一場也是很可惜 就是 就是我從角落前跳嘛 然後就很簡單嘛 跳中拳 然後打背 然後中拳爆V嘛 可是那個 全部角落都通用 這個RB給我不行 因為你落地的時候 因為他太高了 他太高了 會打他肩膀 然後不是連段 我還想說RB不行 問你為什麼你無奧 他不是最後面 你是因為最後那一段 你在角落 我就拆他指令頭啊 我就前跳 他指令頭 你奧也會贏啊 我們要贏個屁啊 對摔無敵 牛角那個不是沒辦法過嗎 沒有啦 沒有啦 都沒有 都沒有對摔無敵 以前有現在沒有 我真的覺得就是很可惜啦 真的很可惜 對啊 因為最後一個燈其實我有在調他 因為他那時候一直不揮拳 我想說沒關係 因為他前面被你插得過啊 其實板上說真的 其實看那場 我基本上不用 我這場只跳兩次 一次被他CA對空 然後一次是我硬爆V 然後他最後一次就是角落跳被他打暈 那一次我上次跳 他大概跳了有十次吧 因為他地面立圍他其實也按不太贏我 對啊 然後他被逼著找我跳 那我就很專注在對空 整場基本上是這樣子 只是很可惜 我覺得對側面你真的是有做到了 我覺得是你這場比賽 你跟板上的這個比賽 你回家重播 不管直播也好 沒直播也好 你重播看了幾次 八次 沒有八次 然後我每次都播到那個就是CA完 然後這個燈就不播 因為這個燈真的 現在想會覺得有點好嗎 我太 我把它想太簡單了 因為我那時候很簡單 我那時候想說你不出拳沒關係啊 我一直揮那個夏天 看你要不要跳啊 看你要不要跳 看你要不要出拳啊 因為他這個燈完全不出拳啊 對 所以他一個KK壓進來 我就說 我幹怎麼有這招我忘了 因為我前面有在訪 我前面有在訪 那邊說他要拚啊 他要拚那個局 如果是你把他打死了 這個接下來本張劇打比賽很難打 整個心裡都壓力 沒有他就準備淘汰了 我知道他之後比賽 但他打不過Killote啊 他輸那種對決他很合理 之後如果他輸了你 他每當比賽看到Birdy都 有陰影是不是 有陰影是不是 好那個我們麥卡貝製作團隊 當然在這一次拍攝也沒有閒著 他找了非常多的選手來簽名 這個讓大家猜猜看是誰的簽名 首先第一張 那個跟角色比較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 這個蠻明顯的就是POPX 你們看得出來嗎 可以 這很明顯啊 他不是寫牙子的名字 好 我記得就是那個時候 還有人簽在別的地方 這五妹哈啦 對 在哪裡 左邊 而且他剛好簽得懂 哇你們怎麼看得出來 這叫五妹哈啦 沒有這日文啊 這是騙假名啊 對啊 今天你們就看得懂 看得懂啊 可以啊 好神喔你們你們怎麼看得懂啊 因為這邊 阿宅比較多 然後RB是日文本來就會 那五妹哈啦 翻成中文叫什麼意思 就梅圓啊 梅圓大五啊 應該說梅圓啦 梅圓兩個字 對梅圓兩個字 這是Fudo是不是 唉唷 對啊還蠻明顯的 Fudo簽在這裡 Fudo簽在這裡 他就直接簽他的英文的樣子 然後這個是誰呢 NOV 寫得很清楚吧 NOV啦 NOV把他寫在下面 那個可愛的帽子 好可愛喔 不錯喔 大家簽名都還蠻有特色的 這個是誰呢 這個熊田大幹 欸 熊田大幹 是不是熊田大幹 我看那個角色就是熊田大幹的 沒有沒有沒有 跟角色無關 不過給一個提示 他是用摔計較的 那就是熊田大幹啊 然後不是日本人 用摔計 即開頭 是Gunfire嗎 對Gunfire 這Gunfire還在前面 因為沒有Alice的明信片給他簽 所以就簽在這裡 Gunfire的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歐洲體系的文字 都還比較好看的感覺 對啊 看起來還有一組 喔 來 這個是 這個應該蠻明顯的啦 這應該蠻明顯的 MOMOCHI 我想說怎麼會很回答 嚇一跳 這也看不出來 什麼啊 Fujimura嗎 這個我一看就猜到了 因為他的簽名 後面都會有那個 類似表情符號 後面什麼 應該是KUN吧 是KUN嗎 KUN RB的偶像 是KUN TOKEDO 這是TOKEDO喔 好雜亂喔 太親愛龍的臉上 他簽得很隨行 啊這誰呢 根本就看不出來 這一看就像 有 是閒嗎 也不是 閒字沒那麼好看 我忘記他是誰 我忘記是誰的簽名了 蛤 一他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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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幹商 他那個簽什麼 他是寫I T 以他 有I T A G A N I T A G A N 他那個T 好再來 哇 哇這個 這 這個好藝術喔 他下面是什麼 他有個B 那名字會那麼 那麼大串的嗎 有個B啦 看得出來有個B 這應該沒人猜得出來 呃 這是FUJIMUMA 啊奉獎 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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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得好藝術喔 最後這個應該再會打 這個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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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 對不對 女性 女性直接選手 我跟你講 下次我一定要打女的 上次叫你打女的 你說你不要 你說輸了很丟人 你上次不就輸一個女的 喔 沒有那個是上次 而且我上次那個不講了 這個頭我不會打 那個怪獸很難打 這個是跟版商的隊友 哈姿妹 那個女性玩家 欸我問一下那個 長的 就是妹妹頭 然後人妻那個是 哈魯米 那個超強的 那個我 我記得他一副可以40萬分 蛤 沒有他一副就他一副 那個我可以 想認識你 你可以 我說我已經可以打到他 喔 ok 話要講清楚 這是女性選手還蠻多的 蠻多的啊 其實有一些好可愛的喔 對啊 你們有看那個Margo的推特嗎 Margo Margo 喔 根本直樹 我終於幹掉你了 我覺得要看一下 他用推特打一個那個 不知道是用什麼發音 那個app 那個翻譯app 翻出來的是怎樣 嗯 應該是用Google翻譯啊 我覺得應該不是漢字 應該是中文的 就是偽中文 對偽中文 喔偽中文喔 我打倒根本直樹 我積怨多年 我飲食表情根本什麼 反正就寫了一串 然後Nemo 聽說回去上班的時候 還被公司的問說 蛤你輸Marco 超糗的 超糗的 這個是一點這個 不是有醜嗎沒有吧 沒有啊 他們就是常常會輸贏 然後在那邊挑釁 跟對方這樣子 我打倒根本直樹 我打倒根本直樹 我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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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錯了啦 不是那個雞啦 嗯 好這個 我們剛剛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這一次比賽的這個賽後 簡單的整理 戰績字卡 來看一下 軍中文本帳 哇 好 好 這個是藍色字的部分 是台灣玩家的成績 這個 Tommy 議員還有蛋水 Karami都是49名 這邊沒有積分 然後大門 洛克胖 基隆東 這邊都拿到了CVT積分5分 小寶的畫者拿到10分 RP的畫者呢 第17名拿到了 應該是20分左右 跟魔王還有YOLO並列 好 再來就是我們這一次有 終於 在這個台灣舉辦的快小熊舞大賽 CVT賽事以來呢 終於在八強裡面有台灣玩家 而且是一次進了兩位 分別是右台還有小巷都拿到了130分 這個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葡萄長 大門就是輸誰啊 還他你 還他你 那敗部輸還他你啊 大門把Tommy都打下去對不對 大門把Tommy都打下去 然後Tommy都從破敗部一路殺到死 我有看啊 他第一場就輸大門啊 對啊 而且輸的 我就覺得大門真的是完全屌打 就是 該點的都有點 然後 反正Tommy都輸的很慘 後來 然後Tommy都會一路殺上來 後來好像有人去問 你知道他一路殺上來 他一開始如果就輸 你知道殺到 這麼後面 等於是打勝部的兩倍賽程 要一次幾場 兩倍的賽程 因為我也是第一場就噴了 我也是打兩倍的賽程啊 所以這一次 其實台灣玩家圖片表現真的都相當不錯 這邊給台灣玩家再一次鼓鼓掌 好 那當然我們這一次 就是最後的冠軍是由這個Fujimura拿下 這也是他今年的第一座白金賽的冠軍啊 這邊也算是恭喜他 他的分數來到了1095分 一口氣突進到了排行榜第三名 那第一名分別是Punk跟第二名的Toyito 所以說第二名Toyito是1200多分嘛 然後Punk現在是分數大爆炸2600多分 不是啦 他在讓阿拉開 他看著頭會2600多 他能打來娛樂冠軍好不好 我記得我好像 之前他還拿情況就是2700多 他現在應該3000了吧 沒有啦沒有啦 他拿到最後一個冠軍的時候就是2600多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看的就是這個 RB的精華 那個 RB這邊要不要說一下你的賽程 是先遇到誰 呃第一輪 欸有一次我沒有算進去Guts部門 對喔他第幾啊 我怎麼都沒看 對喔我又忘記他了 我怎麼都沒看到他啊 5分 還有AD 喔還有AD嘛 親密玩家 還有AD跟Guts部門 AD有拿到分 有5分啊 AD在你之上 唉 哈哈哈哈 我為什麼沒有跟他打 可是他之前都輸啊 你不要 你不要難過我 我講句老實話 我看過他那個POR 他那個POR真的算好走的 喔是喔 對他那個POR 就大概裡面我覺得只有一個輔導而已 喔OKOK 好所以 我們有準備RB的影片 我們邊看影片邊聽RB聊好了 好 OK 嗯 這個是出POR的勝負了 打熱狂 對 這個上直播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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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打球球 對 這是出POR之後嘛 第一場 出POR之後第一場 對 48強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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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夠多 如果你轉到美國的話 Urian會少一點 那將軍還是一樣多 OK 這對決不是還不錯嗎 誤開 誤開啊我覺得誤開 然後 我跟球球都覺得誤誤開 但是FORBX他覺得將軍唯有力這樣 喔 OK 但是反正是不會差太多 就是這個OK 打起來兩邊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看你 第一個燈配了很多的膝蓋用力是在哪 其實我覺得打將軍的話 因為他對方不好 本來就用膝蓋 那其實他 其實我覺得他這邊打Urian 我認為他不是說很會打Urian 對 他有一些東西是拚的 主要是我進攻上沒有辦法他有效的 壓制他的血量 就是他就是 可能虛榮不屌我 然後我摔就按解摔 就這邊 這種畫面重複太多的視野 真的 他在被折的時候那個 就是他幫手好 都拆到 然後我就讓他 我就失去了很多有效的進攻機會 這樣子 他神奇防守好不好 我看到那種K了 這應該是第一天的最後一場比賽 這應該是第一天的最後一場比賽 對 阿阿阿阿阿 炎池奧都會防之後 澎為了就是很扯啊 那個防守 我看到有一個誇張的 嚯 我既然有一個 我打到阻塞的那個 劵到西南 我覺得也很關鍵 恩 而且 Swordl clubs 而且潘哥那時 剛到台灣兩天都在抱怨時差的問題 阿你真的太偷了 沒有啊 副8你有東西追嗎 那副8的屁啊 副8差不多副7副8 這場睡個燈 其實我剛好越過了鏡子亮燈的時間 就是我鏡子是快亮的 然後我中了一台我直接死亡 就鏡子連開都沒機會 所以我說你剛才566不追你沒東西追嗎 沒有 當然沒有 後勤 換邊你沒辦法解析啊 就是也沒辦法 如果你是原本擋這邊 然後你看到換邊的 停下來那瞬間去 其實有逆向集氣的這種東西 但是我也不是說不能用 但是問題是像你說副7副8 我的一個衝撞是7副 但是那是1副 我衝出去需要時間 到臉上可能已經第9副第4副了 所以不一定吧 那一定不大副 那真的沒東西削 我一個削把就是用鏡子削 可是我那時候鏡子沒亮這樣 喔 用鏡子 副7副8 你不要那個用副7副8 那個副7副8 可是我記得 就是要往前才能去啊 它飛得很遠 沒有啦 那種只要在你臉上打 然後穿 你如果有圖鏡器 有到7副8副 那些都打最了 它在你身上貼的 一般全場沒辦法 都是要利用一些必殺圖鏡器 比較快的 我記得Ebuki好像還蠻好確定 可能用VT 或者是X雷達 我不確定 就是X圖鏡器 那當然這個沒有上直播的 有比較有印象 有印象對決 是打垃圾桶嗎 就垃圾桶了吧 因為 因為 在前面 垃圾桶前面一場 其實是一個十萬的好鬼 對對對 我第二場就打十萬 而且其實那一場我覺得 那是那個BK為什麼 對對對 其實我 那個澳門的 其實我打的是差點輸 對對對 因為我事先 沒有 我事先想好的一些東西 執行不出來 就是 對 就是自己的問題 那孩子 我運氣蠻好的 最後是寫 真的是打到最後一陣線 溫神是不是打蠻Rush的那一種 他其實Sumi配很多 對 然後我那時候 解摔一樣很多 所以被打很多 OK 然後打 多瑟桶的話 基本上 這個對決我算是有致敬 對 雖然 雖然 是5-5 但是我覺得我會打這個對決 不然因為你平常 跟張家翔練習不是嗎 沒有 我看他打得很輕鬆阿 就是 基本上勒斯桶 只能用凹的進去阿 就是壓一個鍵 然後 而且RB的距離抓得很好 反正就是 有個距離就是 他沒辦法用那個 前重手去撞那個氣功阿 那邊一直氣功阿 那等到那個勒斯桶 進來到那個距離的時候 他就 為什麼要打 我們說拖66 拖66 拖66 拖66然後拔摔進去 他就要重來一次 你看多棒阿 沒有 就是把力回面前 屌打76 拖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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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看我真的嚇到 我都管這個厲害 所以當然那跟 樂狗的對決有造你的劇本走嗎 還算有 還算有 因為我打將軍 其實我講白 我對策白就是已經很滿 就是我都不會 我該做什麼我都知道了 那對啊 像前面說的 突破問題是沒辦法 就是他力回也強 但樂狗力回也強 那我覺得主要是 進攻沒有辦法有效的去消耗他的血量 也不是說沒有進攻機會 是當你在進攻的時候 他都剛好知道你要做什麼都猜對了 好 那比較值得提的 我覺得應該是跟球球對決 因為畢竟是同角 不過這個 在之前其實就知道 就是球球很會打這種 同角對決 因為他之前在跟Nemo的 搶長盤的時候是打贏的 而且是非常懸殊的比數 記得是在某一次中國的邀請上 但是後來Nemo其實是有復仇 Nemo有贏回去 那這個對決其實我 自認就是一般般 我沒有覺得我打很爛 但我也沒有覺得我超會打 對 因為這一季沒有辦法 我本來就是把重心拉回優利安 因為有在Follow我都知道 我Season 3 玩優利安的時間非常短 我是從Season 4 才把重心拉回來 對可能 通角還需要一點時間 還需要一點時間去那個 磨合這樣子 對去磨合 自己打的不是很好 有幾個對策其實 有想到 但是就是原本有準備好 來不及執行 就是沒有執行出來 就是像 我跟Season有跟Season討論 他說最怕是這樣 就是你有對策 但沒有做出來 那是最慘的 你有事先準備好的對策 你有想好說 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可是因為可能就是 生疏或者比賽緊張 沒有辦法發揮出來 那那一天 其實我老實講 那一天 球球的狀況真的蠻好的 他是打贏沒緣上來的吧 對 可是我記得球球 他在最後一場比賽 最後一個燈 他出了一個失誤 然後就輸掉 不是啊 你就看 輸溫L 你在像那種同角對決 你就看誰拗的比較多 你看RB已經拗到 哇 已經受不了了 代表球球給他壓的時間很夠 我打他沒有拗 幾乎沒有 我看你很多第二時間起來 就直接 我打流量很少在拗 因為其實 打將軍反而比較會拗 因為將軍振的時間很多 因為你不拗他就是從頭一直按 一直按 你至少拗幾次 他讓他要知道停一下這樣 好 那其實這兩天都有非常精彩的 這個對決影片 我們麥卡貝這邊有稍微整理一下 看一下 流星打胖了 這個對決其實我後來回去看一次 就是看流星怎麼打 但是我看來我也沒有 就是得到很久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Paul Bess跟他打的時候 也不要說一直 就是會前前 他跟我打幾乎 沒用到幾次 可能沒成功 就是感覺Paul Bess跟他打 我真的覺得 不知道是失誤太多還是怎樣 剛剛那個CA 是要打背連段嗎 沒有沒有 他剛剛就是直接拼了一個 身體後縮的cycle 撞出去要CA 可是他沒打到 就沒確認到 CA就直接噴出來 那個可以確認後再CA嗎 我沒有用將軍試過 所以我不是 我聽石頭講說是沒有辦法卻的 可能有點難 什麼 你說Paul Bess打出流星喔 對 沒有啊 流星是一個很強的玩家 沒有什麼太大會 打贏他很難 很少的啦 不多人 所以我覺得輸流星也正常啊 你看他這邊 將軍前前又被抓了一次 真是剛好相識 你看那種空發 卻拔 可是我打他之後 鏡子才有沒亮 很有辦法 對策已經有了 好這是剛Fight打Saco 這場是我報到的 天翔十字鳳 超好差 哈哈 哇 好卡 一個reset 你在角落啊你在角落被人家勾你就認命了吧 角落V反 那個是必定V反 心必口音質很大 必定V反 你在角落你就一定不可能喔 V反還能幹嘛啊 Sako也只能苦笑啊 最後那個CA是 CA是SakoL 是他在奧斯 沒拚到 是第一次 沒有啦這個對決 不對啊就是這一場啊 還有出一個連段錯了還是什麼 有有有這個地方錯了 來了來了 就很可惜 沒有沒有來來來 這裡 這邊沒有 這邊他那個後衰我一看就是 距離就是接不到下中拳 因為正常來說都是接下中拳 但某些特殊的距離你可以接下中拳 因為下中拳畢竟沒辦法 可是他那個距離我覺得不對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可能 對像像中文說真的可能 判斷上有點失誤這樣 這是第二天16強到8強齁 右台對上 真的耶的 哇我只能跟你說 右台已經把他逆轉神技都搬出來了 我跟你講 沒有對米條研究的都不知道 欸有打他知道知道 那個時候真的可以把他打死 這樣我就不懂啊 就會被打死 這裡 嗨 我肯定就是NL他不知道 這裡有一個正轉角 可以去躲 他都已經厚厚了 這麼看到你還要用 可以去躲CA 有的角色厚厚在這個距離就是沒招 就是一定要吃好鬼CA啊 也可以再厚厚啊 來不及 來不及 看到動畫再厚厚通常都來不及吧 來不及 對啊 然後我覺得這邊呢 這隊友我也有看了一下 我覺得整場就是NL立回屌壓制 沒有這隊球把來就是可能立回屌壓制 對立回屌壓制 然後但是一波可能不小心就死了 對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關鍵我影響很深刻 就是NL在跟他 Mika靠狠劍的時候突然噴一個大增龍出來 等一下等一下就出現了 不是這個塔 我覺得那個太關鍵了 而且那個那個是他血量領先超多 超多的 就是因為那個大增龍 倒是冰白如山倒 這個這個這個 就這裡 這裡凹這裡 這邊已經幾乎領先了 可以說是八哥的血 100%都20% 我跟你講啦 就Mika這個角色在某些時刻就是不能凹了 他有V的時候就是不能凹了 換邊 帶走 然後像剛剛那裡有沒有 他Mika的那個就是 不是頂完叫那個叫人 他帶他如果沒有用六六的 他用走這樣看 去按東西 那一定要熬的 他一定會按你的 他這時候叫人他就是要做set 會看到Mika 會看到右台在跟NL這個對決 就像剛剛RB講的 其實立回面NL是戰友 是完全壓制的 對 可是變成說右台幾乎都是 要等到那個VG滿了 他才有比較好的進攻機會 才有一波的機會 對才有一波的機會 那這個一波的機會 所以要是沒掌握出 基本上右台這個燈就掉了 所以 當然這個就是 角色力毀滅上面來講 還是豪鬼佔滿大的優勢 所以這也 其實就稍微聯想到一下 為什麼Fudo 今天要準備Buddy這個角色 對不對 你看要打豪鬼 他Buddy真的玩得很好 尤其是他 他打那個叫什麼 你講梅乃特 我來照顧梅乃特 那個下重拳是被缺反 下重拳 站重拳 不是啦 喔 下重拳會被缺反 對啊 那個現在附 就是他的整體硬子 被拉大到這個版本 所以他以Fudo反應 但是絕對有辦法做到 看他空輝的時候去做 缺反啊 那竟然是缺反欸 我都不知道 以前不行 以前不行 不能怪你 因為上個版本不行 這個版本才可以 好 那我們還有準備 當然就是 最後的八強賽 還有冠軍賽的贏 等一下 我一定要講 那個 說那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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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dy打什麼 米卡有力的 他打米卡也是米卡 同角對決啊 他打右台就是同角對決啊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覺得 他想玩 我覺得是他有自信吧 我也覺得他想玩 我覺得是Fudo有自信 我覺得Fudo有自信 別嘴啦 有自信 真的啊 他幹嘛開米卡打米卡 媽媽連續三場玩Buddy 你知道那種感覺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是Fudo 然後對面有一個 台灣有一個很厲害的米卡 你如果有選 那個Buddy看他就覺得說 我如果用米卡打死你 整個感覺你是哪 你就是刁打你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想要試一下自己的米卡 打到陳巴強還在那邊玩 他敗部欸 沒有Fudo這個人 真的力回太強了 他為什麼角色都一樣強 對不對 我們來看八強的影片 力回神 這是右台打仙 打洛克胖的狗狗 我覺得這很好看耶 沒有沒有也可以前前前前叫 都有這個做 YES 正三 喔三次嗎 我這邊猜錯了 他這邊正三完之後前前 前凹了一次 猜錯了 所以他之後 他之後就再也不敢凹了 啊對 這個防凹了蠻關鍵的耶 對 再也不敢凹你之後 他之後就都沒在凹了 他之後就看到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一個很蠢的事情 哇那個也頂得回來啊 對空不舒服的你知道嗎 他那個判斷也是很鬼神的那個判斷 他那個人都已經 過去了 已經過去了 基本上我覺得 五代那對空打後面都是做壞掉的啊 我好時間講 我就覺得就是做壞掉 來來來來 13秒 13秒 再一次 三連摔 再一次 懂 欸那個血三個七角蠻摔絲 好爽喔 600 6700吧 所以好像配塔 原來幾乎一次子女頭都沒抖過 那真的是沒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就真的要怕輸了 就是拗也拗不到 就是拗也拗不到 啊反手拆也拆不到 就真的沒辦法 那個加三太強了啦 我就拆阿阿婆咧 我就拆阿阿婆咧 他就是拆阿 那個角色就已經很難聽 就是拆阿 這個是馬卡柏跟頭腰隊 對 對 頭腰是在這邊秀那個 挑釁的set 挑釁是打Buddle 喔挑釁打Buddle X Double KO 對 第二盤 第二盤 這個Buddle 這Buddle是真的很厲害 嗯 現場看那個全自動對空真的很扯阿 這是 滿可惜的 我覺得還是 還是過不了 像這裡 過不了角色而已 我們這裡沒招 就跑不掉 後後也被打 我再變上後都這麼快都躲不掉 沒招阿 完全沒招阿 聖龍也過不了 他那時候沒騎 阿應該翻阿 翻到他後面去嘛 他就逆他才有逆他 這場我覺得應該是最好看的 嗯 沒有阿 前面豬都被屌打阿 然後後面 屌打可達阿 這個頭有六六 有摸出來 沒有 頭腰是領先 很久沒看到這樣會套 哇 這差點 這邊就是騙孫玉莎 我覺得我沒騙你那個 那是熟人對色 正常人不會去騙這個東西 正常人不會去騙這個東西 那擋到打出去 還敢抬腳阿 還敢抬腳阿 那個抬腳勝利殺真的很好 我覺得那個也蠻強的 我覺得那個也蠻強的 頭友上一場是打小巷 然後小巷吃到手衣服 我覺得那時候就對 這邊來了一個五十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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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對決也是全程比第一 我現在都全程比第一 我現在都全程比第一 我現在打哪些都有全程比第一 這裡 這個是前後軸 對啊 跑出來 不給折喔 這些 猜錯了 猜錯了 就去了 嘿 最後頭一到是拿到第四 他這個也很賭耶 你說那個直接撞嗎 對啊 那個撞完也是雀反 那他不是有繩子嗎 那你知道有什麼雀反嗎 那你知道有什麼雀反嗎 你就是一樣那個T嗎 那T百分之百雀反的 是不到 一邊是一個盜子 不是啊他剛才不是還有繩子嗎 沒有他選U1 選U1 好 可憐角色 其實選這個是就怎麼講 就是 整體還是不好打 但是絕對會比卡林好 對啦 所以我真的已經覺得很少比內心還慘的 現在我看到沙卡就真的覺得 沒有沒有 我覺得沙卡跟內心差不多 他不會比內心 差不多啦 你是不是 差不多 都不搶 其實我覺得沙卡他搞不好比內心強 真的 沒有我覺得沙卡 差不多 十五啊 西米到了就是十五 他有按住兩顆的 連銀十五 狂發 他這個BURDY三連戰哥打得好好 你覺得這對決誰好打 那是Burdy阿 但是我沒有覺得到很好打這樣子 他這個是已經是總冠軍了嗎 還是他前面在總冠軍 他前面有打到一次 對 不懂就是小有力而已 但是就是有力喔 我覺得是小有力 而且那個什麼 一吹被改了 Listio很慘的 好幾次都用VT去打 去插合中中的去 我是真的覺得成功太強了啦 全標 過分 大意為了沒有為了全標收入去沒死 我一直都要全死 1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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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是一個5050 用卓樂暴力之後的5050 剛剛那個set比較廣泛會被運用在VT2上面 但其實VT1也是可以執行那個set 再來就是挑釁起死的set 這邊其實很多人說在耍帥 在我看來沒有 他在這邊就是 他這個血量怎麼再些都接不死 他選擇做一個5050的reset 只要一拆對這個燈就拿下來 這樣還比較少帥 在我眼中 在我眼中這個不是少帥 我直接帶CA就剩一滴了 全帶 好鬼的CA帶完又不能折 不是 他有V 空爆V8 斬空撥三次 對 要費力錢 你直接F4T一下就死了 沒有 他你如果剛剛那樣子折的話 沒折到他還是貼在你面前 你還在角落的壓力是他 又不是你 我會覺得他是對的啊 這什麼東東啊 他折 而且他故意選擇讓你讓你在角落 這個是 不可防 這太厲害了 不可防 這為什麼不可防啊 我搞不清楚 因為跳需要 跳需要3-4Brand 你如果不跳 你直接被CA抓 你跳的話 還沒跳起來被壓到 又被CA抓 不對吧 他被砸到不是有無敵嗎 就是 受傷的時候有無敵啊 沒有 受傷跟年段是接在一起 就是 你被Nadesico打到的話 就會被CA接 不可防 不可防 我還以為他是跟那個指令頭set的一樣 就是 你指令頭跟那個Nadesico 你要選一個吃 你知道嗎 沒有 大家都知道要選吃一下Nadesico 對對對 他那個不可防 那個情況是只有無敵技可以解 後後可以解 跳也可以解 後後可以 跳不是被砸到嗎 後後被打一下 後後被打一下 你跟後後意思一樣 你咋就先選好 你不能看到進動畫 我要開始跳 沒辦法了 OK 好 選個有無敵技的看看 好 升龍一定可以啦 不用想的啦 所以後後也是會吃Nadesico一下 吃一下會不會怎麼樣 你也可以打他 CA不會中 這浮空就抓不到 這樣子啊 給阿B 他就只要感覺吃一下 那 這樣感覺吃一下就好啦 但是你 你會不知道那個情況是什麼 等你看到CA 你要翻跳已經慢了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在播報的時候 哇這臉斷 不可防 那不可防 你要跳還是怎樣 怎樣我不知道 我不能動啊 要登耳P 讓你動好 我想一下 脫牆之後 脫牆之後 為什麼後後不行 好像你介紹 跳 我擋啊 擋到啦 我先擋看看 喔 很像轉CA嘛對不對 我轉CA 有點難度啊 我換一邊 我換一邊 右邊 你是蹲檔還是站檔 蹲檔啊 正常不是蹲檔嗎 我們會站檔嗎 沒有錯 蹲檔沒錯 行啊 我可以再看一次影片嗎 我不確定有沒有做錯 看他能不能慢動作有0.5啊 我在家裡試 全部最速度會出來 你有試過嗎 你是說CA嗎 因為大麥克爾加 那個嘛 你說CA要慢一點 你說頂還是CA 頂喔 頂的時候慢一點 這是什麼特殊連段嗎 對 就set而已 好 那看一下重播看看 他有踢個戰輕腳消費 消費 可是這不是連段啊 你看那個是起來 是分開來的耶 等一下 那就是 拿的是口加CA的傷害 喔 所以Futo沒做事 你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了我就知道是Futo吧 有有有有有 喔 就 你都知道Futo在群組裡面打完之後 我還是做一樣事啊 剛剛怎麼成功 我覺得他是不是沒有擋 還算他拿的是口 他是不是跳啊 等一下 你在重播剛剛那個 我覺得他是不是選擇是跳啊 因為我覺得我擋 好像擋得住拿的是口 的傷害啊 蛤 你如果擋住拿的是口的話 對 我說我擋得住啊 我擋得住那個 拿的是口的那個傷害啊 擋住之後 其實也不會中 對啊 他防罪的時候有無敵啊 你照理來說 拿的是口是要晚一點下來的 喔 不能讓你先擋一下 有看到特效就沒有了 但你再重來一次 因為我剛剛壞掉 我不是擋住拿的是口 我是擋住他那個青角啊 所以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青角是什麼 青角不能碰到 沒有我青角從來沒碰到你 青角要回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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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青角沒碰到 沒有青角沒有 我們影片再一次 看一下看一下 我在家裡是 一兩次都成功了 應該不自主 還是角色有差 我有看到了 他很晚 他很晚才定 他拿的是口很晚才定 我沒有覺得他很晚才定 他拿的是口很晚才定 他是用重角去帶彈牆連斷 所以不能太晚 太晚頂就落地 他不是前重拳的 如果我頂的時候 反正我的意思是說 他頂的時候 馬上頂一下就掉了 就跑到旁邊 三條 好 太晚頂就很容易頂不到 打麥克風試試看嗎 我知道 他們就說要慢一點啊 快一點啊 快一點啊 我前面四個都是第一時間頂的 我看應該是第一時間 不是 為什麼你們兩個是細口 飛台那麼快啊 我看他影片的名就沒有馬上飛 沒有啊 然後就兩個時間而已啊 兩個時間點 跳... 對 他也是馬上 你沒動耶 大哥 我沒動啊 怎麼辦啊 我知道 你要動啊 我知道... 頂 然後叫拿開吸口 晚一點叫 晚一點按 你頂 你先頂 然後晚一點叫拿開吸口 晚一點點就好了 等一下 我在想 2MP頂完 叫的時候晚一點叫 稍微晚... 晚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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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他是不是沒有擋 那個人他是不是選擇跳啊 沒有 不然我算拿開吸口 感覺就擋得住 等下 我確認一下 我沒有擋 沒有擋 你都沒有擋 我怎麼知道我怎麼成功 沒有擋到了 我看你擋到擋 所以你在家裡是不是可能 我看一下 下一次沒有問題 再來重播指揮我看一下 沒有 右上就有啦 沒有 右上就有啦 我知道 我看一下 對啊 你看他... 他吸血出來的時候拿的吸口還沒下來 對啊 他吸血出來的時候拿的吸口還沒下來 等一下他不應該碰到啊 等一下 等一下 而且我發現一件事情 等一下 距離是沒有差 你那個翻牆 因為他在這裡耶 他在這裡耶 他在這裡 對 他在這裡 沒差嗎 沒差 對啊 我碰到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他絕對沒有膽 我才能跳 我用跳你就接我到底去 我用跳的 我用跳你就接得到 你看我用跳你就接得到 你看我用跳你就接得到 沒有啊 浮空啦 浮空啦 你搬跳就成功了 你沒連到啊 先沒連到 跳不會連到 剛剛打浮空是不是 看我不會連到 跳會啊 要再擋是不是 欸不對 應該...應該是這樣說 你... 你的這邊 你不是說直接搬什麼 你應該是先搬防禦 我都搬防禦 對 你先搬... 搬防禦嘛 看到吸血跳 看到吸血跳 好...可以啊 看到吸血跳 我都已經擋住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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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難得吸血跳 掉下來那麼快啊 為什麼難得吸血跳 我剛剛是... 你剛剛是CA完 才掉下來欸 二... 二... 五檔啊 那就是成功啊 你有擋就成功啊 你有擋就成功啊 可是你沒有... 你難得吸血沒有砸到我耶 因為我CA先把你抓走了啊 對啊 你就成功了啊 就是... 成功就是... 你成功的話就是不會擋到難得吸血 不會... 成功的話就... 成功的話就不是擋到難得吸血 要幹嘛啊 人家叫我小米卡耶 人家叫我小米卡耶 如果有觀眾不懂的話 理論上這一個套路就是 我們防守方這邊在做選擇的時候 如果選擇蛋 那拿得吸血跟... 拿得吸血下來之前我就會... 拿得吸血下來防住之後 我會吃到CA 所以... 就是... 就是你如果不跳的話 你會直接被CA抓嘛 他是個抓技嘛 對 你想跳的話 你會被... 先被拿得吸血壓到 然後再被吸血連斷 怎麼可能會失敗 螢幕化好快喔 他這個也太堵了吧 要是他擋得太邊的難聽球 擋住啊 他也是空隙耶 他做得好應該是不會... 成功了 他做得好應該是不會失誤 有耶 我有擋耶 他做得好應該是不會失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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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 除非那個人事先知道 開場... 開始就先溜溜了 你有成功了 先溜溜還是先溜溜了 我知道失敗在哪裡了 你接太慢了 一副發發的 又成功了 又成功了 我成功了 你接太慢了 我不能跟你說 我贏他媽的 我不能跟你說 就知道只有我跟副都會嗎 你又不玩米卡 你前面就已經先溜溜了 不小心 然後我不常玩 我知道哪裡容易會成功的原因 就成功了 有這種蛋清角取消 我不能跟你說